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老業是體淡美國的經濟 這個是長期來說 但短期來說當然有上落 這裏是來自路透社 路透社說雖然是慢 但美國的經濟增長 預期在第一季是堅固的 堅固的 雖然通貨膨脹很可能會繼續上升 這就是簡單來說 內容就說 美國經濟很可能在第一季會堅固 這裏都是強勁的 估計聯邦儲備局 就會將削減利率拖到九月 利率保持高企 即是說香港中產階級在銀行中的錢 就會有比較上高的利率 我記得我在工作期間就想著我多存錢 到退休的時候 利息就夠養我自己 現在這個不行了 現在世界變了 退休之後 靠利息生活看來就很難了 因為美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 實際上 政府真的欠太多錢 如果利息高企的話 對政府的負擔很重 而那些投資就受利息影響 其實老實實 如果投資的生意 這裏是一個錯誤的誤導性質 關係當然有 但不是這麼大 老老實實 如果我做一宗生意 賺的錢都不夠放在銀行 那麼多 我何必做生意呢 所以生意通常都不是說三里五里之類 一定比你高很多 而你的利率保持五里之類 其實最大影響 不是商業或工業的投資 而是影響現在很多西方政府 他們負債太重 這是真正的原因 現在我們看看老實實說 美國估計第一季度會繼續強勁 靠什麼呢 靠Consumer 這個亦不健康的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知道一個國家 和其他國家做生意 做生意當然是有出有入 這個出入之間 如果有貿易順差 那就是說你賣的東西 多於你買的東西 換句話說 國家整體來說 很多人是欠你錢 或者你可以做很多人的債主 但美國一直以來都是貿易逆差 換句話說 很多人是美國的債主 美國欠世界很多人很多錢 這件事 現在目前為止是維持著美元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仍然相信美元 所以美國的經濟都可以差得住 長短來說 我一看探 因為美國實際上 累積的貿易逆差太大 而政府的負債也很厲害 這兩樣加起來 利息是沒有高企的 我們這種中產階級 一生積落一點錢 希望退休時可以靠利息難 一定要吃老本 一吃老本的話 就和自己的生命長短有關係 吃吃老本吃完怎麼辦呢 另外還有記者說 我們醫療開支 隨著年紀長大 醫療開支長大 會增高 夠不夠熬呢 在今天的社會 在這種 用資本作為主要的工具 這個社會之下 老老實實 有錢人家家有錢 我們中產階級 去到年紀大的時候 又要熬 我們小朋友 我們中下階層更加慘 如何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其實是一個大家要考慮的問題 肯定一件事 靠選舉出來的政府 只會繼續為這些有錢人服務 而很難可以期望他們 真真自製為市民服務 目前來說 我仍然是看淡美元的 但這裡的報告說 美國在今年的第一季 有大約3%的成長 大家記住 中國說的是5%的 但仍然比西方的經濟學家 說中國經濟很慘 但美國的3% 降到梳力 很堅強 很堅強 像固體一樣 沒事的 雙重標準 是吧